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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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聽Apple Switch Podcast 我是Steven 這一集Apple Switch是正式的第一集 首先在這裡多謝你的收聽和支持 今集會跟大家講一下Apple的AirPower Switch方面會探討一下2019年可能會推出的新遊戲主機 以及10隻我最期待的Switch大作 首先我們講一下AirPower 究竟它去了哪裡呢? 忠實的果粉都應該會記得 2017年9月Apple發佈了AirPower 一塊他們官方出的 亦都可以同時為iPhone、Apple Watch和AirPod 充電的無線充電板 他們說會在2018年即色上架 但一直都沒有兌現過 主要的原因 很多分析都歸咎於這三種產品 充電的方式或者電流的輸入、規格都不同 同時充電的話很難技術上三全其美 其實在AirPower發佈之後 很多副廠或者眾籌的平台都有人推出類似的充電板 有些直接連我設計都好似 目的都只是只有一個 就是想搶佔先機分一杯羹 我就沒有入工作來review 想著等Apple official那塊 怎知變了遙遙無期 而就是因為這樣 Apple過了中沒出 就益了好像Nomad那樣比較有信譽的副廠 我以前都有review過很多Nomad的產品 他們有信譽得來 產品亦都很高質 他們有一塊叫做Base Station的充電板 在味道聖誕已經埋散了 而最近坊間亦都很多說法 亦都眾說紛紜 要麼就是說Apple真的走了數 技術上搞不定 靜靜地把AirPower消失 博利不記得 但是全世界那麼多blog看得實 夠了鐘又提一下你 都幾難靜靜地消失它 另一個說法都是講走數論的 但是就說 副廠出了很多高質的替代品 不如就不要繼續開發下去吧 但我想這個可能性都是比較低 因為Apple那麼大規模 扔了那麼多錢下去搞 搞不定的話 表面上好像輸給副廠 好像有點難看 我想Apple都應該不會這樣做 最近都有一種推測就是說 Apple會在第一季推出AirPower 甚至會搞一個小型發佈會發佈 但我覺得 通常都是直接在Apple Store 推出的可能性比較大 所以我總體覺得 Apple應該會是 出這個AirPower的 上半年也是有可能的 但在推出的時候 都可能會是 好像以前iPhone出這個 無線充電的時候 可能要透過後期的Software update 才會開放一些 Feature 例如Fast Charging 可能某些東西會暫時用不到 或者只是出到本力 簡單來說 可能都是由你無力出了 它們再Buy Time 再去慢慢去Improve這個Product 另一個受牽連的 其實都不知道 哪一個牽連哪一個 就是AirPods 2 應該都會是今年出 如果它們搞得到 一個無線充電盒的話 就會連同AirPower一起推出市面 也都有人猜 只是出個盒先 裡面的AirPods就不update 就算AirPods update的時候 都可能只是有很少很少的改進 例如電池的續航力 比較長一點 藍牙接收好一點 比較盡 都可能只有防水和防汗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入手第二代 都可能會有些掙扎 因為第三代 可能會推出更加多的功能 就好像Apple Watch 3 它們會有Cellular的功能等等 那我想AirPods 2 都是同樣的類型 或者是同樣的情況 也都有推測 就是可能在第三代 或者會有一些健康相關的功能 推出 不知道你們又怎樣看呢? 你們有沒有去買副廠的產品呢? 還是繼續等? 還是根本沒有興趣? 歡迎你寫email或者留言給我 我們會在下一集 分享給其他聽眾聽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下 Nintendo Switch相關的新聞 其實近半年以來 都有傳任天堂會2019年 推出第二代的Switch主機 傳得比較久的是Pro的版本 規格上主要的預測有幾個 例如主機的記憶體容量會提升 它會有4K電視的輸出 手提模式會有FHD 1080p等等 最近有傳言就說 計算去年拆散了遊戲主機和底座來賣之後 今年可能會推出一部 Switch Lite或者Switch Mini的版本 而Lite版本會是一個一體機來的 手掣是拆不到出來的 只可以做一個手提模式 不能放在底座去搏電視這樣玩 主要的目的是取代現有的3DS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對於現在已經有Switch或者等著新機的朋友 可能都要等久一點才可以換新機 我自己當然比較想要一部Switch Pro 除了Nintendo自己自家出的大作之外 很多評論都說2019年會是第三方遊戲的天下 更多好的作品可能對於遊戲機的性能或者畫質的需求都會提高 如果不upgrade這部機會局限很多遊戲的發展 例如我玩了300幾個小時的Pokemon Let's Go 有些場景可能因為Graphic素材太多的原因 在Handheld Mode的時候都會很貼 不知道大家在這遊戲或者其他遊戲 有沒有遇到類似這樣的問題呢? 大家又會想Nintendo出出怎樣的一部新的主機呢? 是要一部比較貴的Pro 還是一部平價版的Lite版本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講開大作 在任天堂發佈今年第一個Nintendo Direct之前 根據現有的資料 我就選了10個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遊戲大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隻就是下個星期五1月11日即將推出的 Super Mario Brothers U Deluxe 香港通常會早一兩天就在店裡就可以賣了 第二隻就是一隻十分之出名的3D格鬥遊戲 Model Combat 11 它會在4月23日正式推出 第三隻是Crash Team Racing Nitro Field 古滑狼賽車 它會在6月21日連同PS4版本同步推出 第四隻是Yoshi Craft World 類似星之卡比這樣的玩法 但主角是Yoshi 如果喜歡Yoshi的朋友就不能錯過了 第五隻是Marvel's Ultimate Alliance 3 The Black Order 這隻是RPG加格鬥的game 如果你是Marvels的fans就不能錯過了 第六隻是Fire Album 3 Houses火焰之文章 風花雪月 之前在E3已經發佈了 這隻是一隻以火焰之文章故事做背景的戰略RPG 如果你有玩火焰之文章的遊戲 就應該密切留意一下它的發佈日期了 我之前都有玩過火焰之文章的無雙版本 我自己也覺得蠻好玩 可能也會看看會不會買這隻風花雪月的戰略RPG 第七隻是應該全世界都很受歡迎的一隻game 叫做Animal Crossing 是一隻悠閒的收集遊戲叫做動物之心 第八隻是Final Fantasy XII The Soul Deck Age 這隻是一隻經典的大作 亦都不需要多說 如果是Final Fantasy的fans就要留意一下 第九隻是Team Sonic Racing 也是一隻賽車遊戲 當中應該有12、3個超音鼠的角色可以選擇 最後一隻是Baronetta 3 魔兵驚天錄3 Switch版會首先推出 如果有玩過前兩集的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自己就有玩過第二集在Switch上 覺得畫面非常漂亮 故事也很好 他的CG做得很好 過場等等都是很漂亮的 我想都是值得去追的一隻game 如果想知道更多這10隻game的資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節目下面的 Description的網頁連結 除了這10隻game之外 很多去年出的大作都可能會推出一些DLC 有些已經confirm了 但有些還在預測的階段 例如說最近的Smash Brothers大圓鬥 就會說DLC會有新的角色出現 Pokemon Let's Go會推出Gen8 還有再早一點的Mario Kart Mario Odyssey 薩爾旦傳說等等 都會推出DLC 對於好像我一樣大部分爆了機的玩家來說 推出DLC 真是一個比較好的消息 因為可以繼續延續這隻game的好玩性 的確是很值得期待的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哪一隻game呢? 又或者你會不會重新在Switch 玩你以前玩過的舊作例如說Final Fantasy 歡迎留言告訴我 節目最後我想推薦一個非常好用的免費APP 可能有些朋友玩開Switch game都可能會知道或者正在用的 這個APP叫Switch list 這個APP裡面就可以看到差不多所有Switch game的推出日期 又或者未推出的都會放在上面 留意它是說美國推出的時間 以及如果你在留意日本E-Shop的遊戲 這裡就是沒有的 裡面也有遊戲的簡介 連結的網頁 價錢 也有一版是說一些閒時減價的遊戲 還有它自己開的一個check room 以及它們的fans對於遊戲的期待性和評價等等 在iOS和Android的版本都有 我會在這個description裡留一條link給大家按進去下載 iOS和Android都會有 好了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節目的最後都提提大家今集所討論過的東西 都會在show notes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還有任何的問題或建議都歡迎在show notes裡面的方法聯絡我 如果你是第一次聽的話 希望你可以聽回第一集 認識一下我和這個節目本身 如果你覺得這個節目幾對聽、幾有意思的話 不要等,立即去訂閱 和推薦給你的朋友聽 和最好可以在apple的podcast 留一個正面的評價 又或者用你正在用的podcast app 按一下星星或者recommend都可以 等更多的人知道這個節目 多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你下集再見 你應該會有居看 看一下 你現在要穿過 你現在要穿過